这次是 高总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廖晨啊 是我女朋友 是吗 我一看你这表情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是不是 其实吧 我跟廖晨的事 一直都没公开 所以才会有这么个误 怎么在那边 这个年纪 所以老师 我一定是跟老师 我知道 老师 不要 我这人吧 没什么毛病 就心眼小 别人误会我 无所谓 可我误会别人 挺麻烦的 我不可能像今天 这么客气的 坐在这请你吃饭 我一定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张大伟 绕了半天圈子 你是在威胁我吧 太小二刻了 你哥哥我是吓他了 我还真不瞒你 就你泡妞那套活 我从来不玩 太吓死我 兄弟啊 哥哥劝你一句 在哥哥手底下干 别太放肆了 顺便跟你说一声 我没把廖臣怎么招 是没怎么招成吧 叫板 我就叫板了怎么着 你觉得这样行吗 一个公司 你再上 我再下 我还真不能把你怎么着 明白就好 你说我要是 不在公司干了呢 那还真不是你在上 我在下了 那就是你在明处 我在暗处啊 兄弟啊 为了这么一撂臣 这么活得出去 不全是 我是真的看不惯你这样 太他妈给男人丢脸了 警告的 我警告你啊 别再想着把廖臣怎么着了 要不然从公司走的 那人就是你 我现在走 就是为了能让你随时走 这么吃火锅还行吧 好好好 我跟你说 吃火锅就得这么吃 你想能吃到什么 就能吃到什么 便宜 卫生 不过就你一个人 战斗力实在是差点 何其呢 忙什么呢 你们娟儿真抢好了 要孩子了 娟儿答应我了 给我爸妈都没嗨了 那娟儿今儿早的 对 这不是在火车上了 明天早就到 这不叫你过来跟我开心开心 高兴高兴 高兴 高兴 来来来 赠你了 我就为了这个 我更得拼命努力挣钱 被我老婆孩子拼了 要不你再给那个何其打一电话 你叫他一会儿过来吃 他在哪儿了 家呢 家呢你不叫他过来 我今天不跟你说这儿 你们俩一起过来吗 你自己过来 我俩现在没法在一起 怎么了 又吵架了 你看看你跟娟儿多好啊 你再看看我们俩 我觉着啊 我现在不是在 跟一女人过日子 我现在是跟一计算机 在过日子 那一笔一笔 算得那叫一清楚 嘿 我现在心里啊 真是不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是那A制闹的 是啊 自从这何其开始跟我A 我就觉着我这生活吧 越来变得越不是滋味儿 现在我们家 不是我跟何其俩人在过日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什么呀 钱呀 现在我们家钱地位最高 何其跟钱最亲 我现在是越来越没地位了 我跟何其都变生了 如果这事呢 我觉得你还是 应该调整心态 其实现在A制的夫妻挺多的 调整不过来 没法适应 这账算清楚了 俩人在一起吃喝拉撒睡 我真没法这么过 可何其没问题呀 你说 我们俩的心理素质是有多不一样 就这么不一样 俩人从小而大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怎么就还能结了婚 变成一家人了呢 这样一起到了七八十岁 就算我们俩寿命长 也得被这账本给活埋了吧 算了算了 布林出这儿了 来来来 明天就位喝酒了 来干的啊 少喝点 你刚说什么来的 你买了酒给我喝完呢 王爷妈 琪琪 妈可嘱咐你啊 白天妈跟你说韩欣他们家的事 你可千万别当着韩欣的面说漏了 千万 你要是说漏了 韩欣他妈又得跟我没完没了的 我可是答应他妈 谁都不告诉他 知道吗 我把这茬给忘了 我说韩欣回来的时候怎么搭了这个脸 跟吃了枪咬似的 那你们俩可千万别吵架啊 好 好 好玩了 他出去了 我家吃饭 你说你这孩子 他们家出这种事了 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少说几句啊 知道了 嗯 我告 你那嘴不溜溜的干吗 谁嘴不溜溜的了 我给我自己闺女打电话 孟琳花我告诉你啊 韩欣家这事 你可别胡说八道下 韩欣这孩子从小就要聊要面 咱家妻妻 也是说话没请没中的 你如果是管不住您那嘴 因为这事惹了事 那可不是说今天达了明天就好的小事啊 我知道 你知道吗你知道 就你这脑子和你这嘴 从年轻的时候就不走一条线了 那你当初干吗还找我呀 我比你还缺心眼呗 行啊行啊 行行行你出去练功去吧你 我警告你啊 如果你管不住这个嘴 那要有个大事 那韩万和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啊 没有 你们俩关系那么好 他什么都没跟你说 没有呢 我现在发现嘛 这越是老是人 这心里啊越花花 看了吗看了吗 我敢跟你说什么来着 这我这不是就跟你说说吗 就是为了咱们家闺女 我也不愿意让他们家闹开锅呀 你心里有数就行啊 有数 你你你你给我坐点凯水去 这妈妈回来就喝凉水啊 好好好 老头你等着我给你坐去啊 行行行行行 记住我说的话 好事 有事啊 想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 我吧 不打算在公司干了 为什么 干腻了 没多大意思 换个事干 家里有钱说话是容易 你上班要是看不见我 会不会想我 我不好要上班想你干嘛呀 那个 我估计啊 那姓高的 以后不会找你麻烦了 他要是还不老实 你就跟他说你是我女朋友 你找过他了对不对 走了 你站住 怎么了 舍不得我走啊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是不是为了我的事 找过高总了 那你先回答我 说你是我女朋友你愿意吗 说不好是吧 下不定决心 你是觉得你配不上我呀 还是我配不上你呢 你为什么突然离开公司 是吧 为了 你 现在怎么样了 别说我啊 说说你 你那边公司是好还是坏啊 有点气色 行 你能行 对了 哪天我让大伟跟他爸说说 把他把公司那广告代理交给你 那可真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问问他怎么着 这事能不能定 那人都几点了别麻烦人家了 朋友们帮忙有什么麻烦麻烦呢 这小子 到晚上全是 回头再说 别正常 全是 对 全是 好 怎么着 有负担了 为什么这么做 想这么做呗 我走 还挺仗义 用不着 那你要去哪儿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有一有钱的老爸 我找地儿肯定比你容易多了 看你来公司弄成那样 我估计你找这工作也不容易 好好干吧 这公司也不是那姓高的开的 这大晚上的天儿也挺冷的 那回去吧 我也回去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什么呀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我到底会不会打气 你不能再喝了啊 你再喝又喝大了 喝大了 喝其他跟我鸡 没事 喝多了我就住你们家呗 反正娟也不在家 去 那何其不跟我鸡啊 没啥 不用管呢 这不错吧 你来一个 娘串啊 串串串 这点责任 我们再来 贺喜子 接饼 别 别 别接 算了吧你 贺喜 着急我们家韩欣回家了吧 他真在你那儿呢 那个蔡娟不是回他爸妈那儿了吗 我就让他过来陪我吃涮火锅 没事 我不着急 就是问问 那你跟韩欣说两句 不要说了 够发了 等你了 来来 咱和我打招 你 以前都是一起跟张铃吃火锅 用招你甩 还懒得理你 怎么了你 说实话 长这么大 你还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女孩 这话 一般都是我问别人的 那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那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那句话 你同意了 那这事 就这么定了 那走吧 咱兜兜风庆祝一下 上车呀 大伟 谢谢你 别说这话呀 开车吧 开车吧 干嘛呀 反应有点过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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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点 醒了 回去睡去 要不何急不着急啊 放心 何急不急 他现在就跟钱急 你看看 我 我 我不回去给他省电钱 水钱 省车钱 明天早上还省早饭钱 他巴不得我在你家睡呢 不能急 你醉了 什么 你醉了 我还能喝 你能喝 你厉害 不信 不信 今儿打电话给你 你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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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急了 何急 那你就进来吧你到门口 好吧 走吧 那你何急都到门口来接你来了 接你回家 不回 你们俩别这么矫劲行不行 一个不进来一个不出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跟你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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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 女同志都来接你了 不悔 女同志都来接你了 不悔 我告诉你啊 回家 不许吵 不许闹 有话好好说 不是 你跟他 别废话 把他叫一下 你跟他叫 别动了 走 走 走 快点 快点 你干什么呀 走人 走 走 走 我还给你耍什么九分啊你 都打了四辆车了 你想走到明天早上去啊 你想打你都打呗 你想回去回钱你跟着我了 你差不多行了你啊 什么叫差不多呀 错 我差得太远了 我现在没钱给你买衣服 我也没钱给你买明班化妆品 我也没钱给你买大牌 我现在也没钱给你买那车 我知道我现在挣不着钱 我学会省 行了吧 我从今儿开始省起 就从脚下开始省起 您平时买一菜都跟我酸那么清楚 您现在打车来接我 多费钱呢 韩兴 你能不能别说没良心的话 我来接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关心你 我用得着你关心吗 我现在挺好的 我不用你关心 你站住 师傅帮我下来 可喝多了你 你能不能老实点上车 我不上 师傅帮我下来 我不上 几点了回家 你 你 你该拉着也拉着你 我上车 我就上车 我也不给钱了 我不给钱 你走人 你们三连好这 这大车吧 你们这样我还不想拉呢 把我车给喷了 谁喷你车 谁喷你车 不是你把我说清楚了 谁谁喷你车 你什么呀你 韩星你别耍九方没完行不行 你爸惹你我没惹你 你看什么呀 我关心你我不放心你好吗 我好心意来接你 你爸有外星 我是一心意给你过日子 你爸不是 拜拜 我闹着他 我闹着他 我闹着 你再来 我来 你度过一趟 你去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帮我一门 您帮我看看去 何其回没回他们家 你回来吧 我没听见声啊 我给你看看去吧 你逗逗看啊 他要是没回他们家 你可千万别跟他们家的人说啊 知道 说的又是事 你把电话挂了吧 待会儿给你打过去 你放心啊 不会有什么事 行 小新和何其怎么了 没一个省心了 俩人又打架了 这会儿何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小新到处找也找不着她 这何其太能作了 她总这样我可是不能让她 你干嘛呢你 这么晚来你别到对面吵去 你那样孩子不更为难吗 不用你操心 我傻呀 我不能跟着他们一块儿挤着我儿子 我就偷偷看看何其在不在 小新等着信呢 走 那你不会能不能带这些 你怎么打开 你怎么打开 了 你才想得到 我这里質疑 你怎么打开 我说我 邁下的 喂 屁屁 外面有动静啊 别在动静听听 我去 别在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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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大半夜的干吗呢 学习教也早了点吧 我原来没看你有这嗜好啊 咋你那嘴给我卸会 你那股没事吧姐 我想让琪琪出来 我想问她点事 琪琪没回来啊 对啊 那你怕我们家窗户干吗呀 我怕你们家窗户了吗 怕了呀 是不是梦游啊 不会吧 行行行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啊 我 我们耽误你们休息了 大我妈没事 好 我们也没睡呢 有事吗 没事没事 那 那你们睡吧 我 我们回去 有事说话啊 行行行 行 你们回来 行了吗 这黎为洪耀不是梦游 那就是被韩万豪 给刺激出毛病来了 这大半夜的闹鬼似的 这两口子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闹骂鬼敢睡觉去 你瞎 瞎作吗 我告诉你 你多亏看了看是谁 你要是这没看清楚 一棒子上去 那还不得打出个植物人来呀 我这一嗓子 我告诉你 他也得有那一嗓 你明儿赶紧给我买点吃的 去问问问 压个井 现在那哪儿呢 玄乎啊 这大半夜闹是闹鬼的 谁吓了谁呀 我给他去压 回来 回来 行了你个人 别五来五去的没打着 他再把我打伤 会玩吗 拿着 进来 进来 儿子 妈给你看了 何其没回来 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他还是不接呀 行了 妈 您跟我爸睡吧 我会有什么事的 睡什么呀 睡 找着以后告诉我们一声啊 你说你们俩 这婚姬子还长回去了 越来越不懂事了 这要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别急 现在治安挺好的 不会出什么事的 好什么也好 连你这样的人 心里都长花长草了 别人还到哪儿看去啊 这婚姬子还长回去了 越来越不懂事了 这要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不这么说话行吗 我这么说话你是听不懂 还是听不惯呢 我倒是想给你磕木头上的 我怕我搂不住火 给你当柴火烧了 算了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你到底那屋愿意想谁想谁就行 那师傅 等一会儿咱们去隔壁一条街 咱再看看 喂 喂 不是 你在哪儿呢 何其我 喂 喂 嘿 师傅 等一会儿咱过了这红灯 咱就掉头吧 回刚才咱上车那地方 妈 那个 何其回去了 没事了 白天晚上作妖 你们可真够有精神头儿的 你们 早晚得搭进去 你妈搬条命去 你说你们什么时候 能让爸妈省点心哪 什么时候能不这么不分早暗地折腾我们呢 你们非得把我们俩老子挤得零碎了才算完呢 什么 老板 大家 来 什么 来了 好 你骂人 还得我给你打电话 韩信 你是不是真的不管我去哪了 暗不安全 我给你打电话了 你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想继续耍酒疯啊 四伯爷 你怎么说 我困了 熬不住了 洗完澡再睡 洗完澡 天亮了 你起来 起来 你跟我说 你凭什么今天这样对我 你起来 你干吗这样耍酒疯就要睡啊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A制协议上再加上几条 不许随便干涉对方的生活习惯 不许影响对方休息 不许随便评论对方父母 你的父母好而归你 我的父母好而归我 好 舒服的 一会儿洗完澡 坐一坐 行 这次回来呀 爸妈给你好好补补 你再跟爸说说张琳 还有张琳家他们的情况 这孩子刚回来 让他好好歇着吧 对 对 好好调养调养 来 帮你 等一下爸 怎么了 那个 张琳啊 从小家带的特产 特意让我给你们带过来的 你看看 什么东西 带这么点玩意 占这么大个地儿 先放这儿吧 这不是人家一点心意吗 你拿张琳什么东西 都当个宝似的 来 换给你 放给他 我自己拿这些 你发现咱们佳佳瘦了没 你发现咱们佳佳瘦了没 也没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也不那么活蹦乱跳了 坐火车累的呗 对了 你别孩子一回来就找张琳的厂 对了 他们可都结婚了 结婚也得随时把关 结婚也得随时把关 我跟你说啊 娟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还想跟她多待几天呢 我还想跟她多待几天呢 你别不好好说话 又把她弄走了 别以为就你想闺女 你知道就行 找自己位置 我上厨房看看去 磨磨磨 喂 我到家了 你放心吧 她要问你爸爸妈妈好啊 分过了 娟儿 我给你带的东西 你给他们了吗 给了 那他们喜欢吗 喜欢 娟儿 娟儿 你可千万别忘了 这次你回去最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好好跟你爸爸妈妈说 再来要孩子的事 争讯让他们同意 我一定都要让他们同意 我跟我爸妈说完了 他们热坏了 我知道了 那个 你也别太累了 那就这样吧 那个 你看 喂 没说完那狗话 哇 我们回来 你下咱们 要求你选择了 我们下咱们 来 什么表情啊这是 这地方对你们是个好地 对我无所谓 再说了 我用一工作换一女朋友 我执啊 那你离开以后去哪儿啊 先在我老爸公司混一阵呗 然后再说 你先忙着 我看看韩心的 我说你这又一个人闷着呢 是啊 管管司令不挺好吗 跟你说俩事 这都是好事 先听哪个呀 都是好事先说哪个 前后都无所谓了吧 那我就一个个说了啊 首先 你让我替张琳办那事 成了 这么快 怎么办成的呀 我还以为 上次把你老爸公司那广告 硬塞给张琳那事 你爸这次不能乐意了呢 今非昔比 首先张琳的策划案 写得确实不错 还有他现在手上确实有那么几个还说得过去的投放平台 再加上我对我老爸的了解 就在我把我老爸忽悦得一脚深一脚浅的时候这事就 拍板定了 行啊你 我替张琳谢谢你了啊 什么话呀 你哥们这事我头拱地的办呀 对了 你跟我说第二件好事是什么呀 那个第二件好事吧 哥们要走了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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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